我們看歷18 他說一個直角三角形均勻木塊 這個木塊是質量大M 靜置在光滑平面上 另一雷小鐵塊位於這個木塊的頂點 第一小題 他說鐵塊從頂端由靜置滑至底端的時候 他木塊移動的距離落幹 他滑下來 我假設木塊移動的地距離 木塊就跑到這裡 整個系統在水平方向不受力 我假設木塊的直行位置 距離這個底 是等F10m 這個直行在這裡 這一段是xm 這樣子他直行的位置 xc 這等於大M 加小M 我定那個方向為正 就是大M 一開始的時候 乘以x大M 加小M 乘以多少 L 這會領多少 會等於後來直行的位置 後來直行的位置也是大M 加上小M 大M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大M的位置 就是xm加d xm 加上d 加到 加上小M 小M就位置在d的地方 這可以消掉 大Mxm的話 這可以消掉 這也會消掉 現在變成小M 等於大M 大Md加小Md 大M加小Md 那這樣d的話就算出來了 大M的加上小M 小M 我們只是用到什麼 用到水泥方向的直行不動 好 第二小題 這個 下滑過程中 某瞬間 鐵塊對木塊的速度為v 就是在某瞬間 就在這裡 鐵塊 對木塊的速度是v 好 那麼木塊的速度大小 要從我到尾的話 它水平方向的總動量等於0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怎麼做 第二小題的話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說 看水平方向就好 水平方向的話 這個小M叫1 大M叫2好了 就是 1對2的 在x方向的相對速度 是等於v cos cos 我把他投資在水平方向 cos cos 這個是 v1的個詞 減掉了什麼 v2的個詞 2的話 是大M 1的話 是小M 這等於 這等於v cos 再來我們看 水平總動量等於0 所以是小M 512的個詞 加上大M 512的個詞 這個等於0 好 那我現在就可以算什麼呢 木塊的速度 木塊就是2 2的話是木塊 那我現在把他乘一個小M 乘一個小M 這個小M的話 減上去 分辨大M 加上小M v2的個詞 那等於乎的 小M的vcos 所有就得到 這個木塊的2的 這是大M加小M 乎小M的vcos 是大M 呼號代表方向 代表 大M的話 叫2 它是往這邊移動 呼號代表它 往左 那大M加小M 小Mvcos 是大M